平常出去吃饭吧 就餐桌里有些餐具什么的 他必须先剪下一遍 把餐具都擦干净之后 可还有一点我最受不了 就剪下服务员身上有没有污渍 这点他也管 那你说你一个酒店的一个形象 是吧咱去那个吃饭 你代表一个整个酒店的一个形象 如果你身上脏吃拉糊的 那你反正我没心情再吃下去了 再说一个女孩子家的 你拿什么餐巾纸 拿什么手帕呀 擦擦桌子擦擦椅子 这都很正常 那怎么了呢 没有什么太多必要 那你不说吃饭呢 我还想起来了 就还有一次 就是说那个 他就好结交朋友嘛 那男人能结交朋友 以后再工作有帮助 那我都能理解 那吃饭老是抢着付钱 那半道的就说 我去趟洗手间 我去买盒烟 中间咔一下就刷卡 把钱就给交了 那有一次 一共就我们上就几百块钱 都没有钱了 往后还得维系生活嘛 然后就是他咔又出去 又把钱给交了 我当然都懵了 我俩吃了这样一个月的方便面 当时去吃饭的时候 我们都商量好了 就AA制 可吃完饭的时候 我们大伙都坐一块 就明显就是等着友人付账 我能就我能烦着 我能磨叽 干嘛这么勾心肚脚呢 我还不自己把钱付 早走早完事 你这种朋友就是酒肉朋友 你知道吗 还等着谁付钱 还抢着 还不能有人抢着付钱 那你这样还结交什么朋友 这种朋友不中交 你知道吗 那那饭已经吃了吧 还有 前女友的事 她那个前友就简直就是 无事生非 那天就是我俩在图书馆看书 那很开心的一天 心情相当的好 突然之间一个电话就打过来 我一看宾州的号 就是她女朋友嘛 我本来想炸 然后我就选择平心尽气的 我就让她开工放 然后听她说 她俩到底谈什么 然后她就听我的开免提 那个女的上来第一句就是 我想你了 我那个就是 这儿又疼了 那又痒了 那你怎么不关心我呢 你说她一个前女友 都分了 关心她干什么呀 主要是当时你和我也在场 我已经把人家打退了 我什么也没说 我没有做对不起的事 是我不在场 你俩就闹起来了是不是 怎么会闹起来呢 那谁知道 主要是这个事吧 我前女友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前女友是开理发店的 因为她需要一个模特 因为发型模特嘛 我去跟她帮这个忙 因为当时吧 那时候经济情况 就出现有点问题 所以我跟她去当这个模特 她给我一定的费用 假如我不要这个钱的话 去跟她当这个模特的话 她肯定不愿意 所以说她给我这个钱就好 你帮我 我帮你 主任你这样想 她如果她从那个 挣她前女友的这个钱 还不如平时少结交那些 酒肉朋友 这样就能散上来了 对吗 还有一点 主任还有一点是什么吧 当时她急了之后 直接把我手机 这趴就摔地下了 你看 手机弄似给我摔弯了 我问问 你们俩是不是经常吵啊 就我俩吵的时候是真好 你知道吗 就闹的时候 一点小事咔就崩了 一般那个都谁认错呀 我 只能认错没干嘛 不认错不行是吧 行了吧姑娘 人都这态度了 你还想怎么变 那不行 她都谈成这样 台下还是再会变 过次机会行吗 时间来决定 那你知道吗 我现在就是属于什么 就是我那时候 刚和她在一块的时候 她对我确实挺好 但她现在真的是变了 那就感觉就糊里巴 全露出来了你知道吗 那以前那时候 她天天送我回家 然后就是给我 每次都买这么一大兜吃的 然后我家因为那个 大门口离着我家 那个楼道要远 然后这么长路 没有路灯很黑 我怕黑嘛 然后她就送我 然后送我之后 就买这么带她吃 我就吃东西 吃东西之后 从一开始特别瘦 然后现在都胖了二十斤 二十斤 女孩子都要求身材 我就胖了二十斤 然后后来她嫌我胖 我并没有嫌你胖 主要是平时她比较爱吃嘛 就吃也好 平时我就带她出去吃 她吃胖就赖我 因为我并不在乎你胖与瘦 那你说有时候 那你胖了 你该减减肥了 那什么意思呢 主要是 那时候你说你胖了 你得 埋怨我之后吧 我真的没有办 我只能那样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一定会让你去